歡迎大家收看《開尼見我》 晶爺 人們罵了財政預算案嗎? 今年也叫罵嗎? 不是,我覺得是這樣的 是否罵你和我? 人們喜歡罵你和我多一點 我而已 你真是嚇壞 你也是給我討論 誰是誰罵 自家兄弟說這些話 但關鍵不是這裡 關鍵是香港人也是進入了一個狀態 一定要罵財政預算案 太前也罵 是的,但今年… 我們終於跟何先生看齊了 何先生… 你有一批,我有一批 人家叫何一成還是何一批? 是的 人家一成也有一批,我告訴你 這樣也是… 我們日鵝月鵝才鵝都一批 不過很多人都是罵的 就說這份真是民粹預算案了 拍一萬元 我聽到… 香港人很難服事 我終於聽到這個禮拜開始沒有了 我覺得冷靜下來吧 冷靜下來就開來見我 大家真的說一下財政預算案 有甚麼真的能幫到 而又沒有人提的東西 要靠老哥你的功力才能擠出來 靠拍你我才敢說 怎樣… 胡拖大姦拖夠肥 不是,我是說真的 拖完我們這節目 我是說真的 首先為甚麼要拍一萬元 我覺得拍一萬元是三個功能 是 箭底費 是 保護費 是 還有這個暗口費 哇 你說得這麼負面 因為我覺得財爺也想通了一件事 是甚麼呢 我讀得這麼辛苦 如果我不拍一萬元元的話 你是不是都會插我了 我明白 是不是 我明白… 即是建外母 是嗎 總是… 建外母 外母就不要緊 即是建女朋友媽媽 是… 不是不要緊 我說錯事 八 отнош 見女朋友媽媽 我害你被人罵 是 第一次見的時候 你跟別人說 不要…那些沙朱咕哩 又甜又不健康 你別說這麼多 我媽媽喜歡 你先買了進門 先進門了,你再跟他說其他東西 他才知道你是金沙還是金沙 喜歡吃就可以了,總之 我沒有開別人的名字出來 那個賭場名也可以 我們今集來不開澳門街和哄仔島 但關鍵在於你拍完那一晚 也有人說拍一些錢去,那算怎樣 我覺得這些錢就在市民的袋裡 大家感覺比較安心 那又有什麼問題呢 但問題就是還有一件事不安心的 都是對於疫情的 所以我說,為何我說有四個星期的 全球抗疫都是好呢 因為起碼最黃金時段有些事情定一定心 有些嘉賓講解一下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不只是想著嚇你害怕的數字 那樣很重要的 但我常常想說,其實才藝都有這些 但大家又不說 你不要這樣說 你說我們做全球戰役有這些 然後才藝都有這些 我意思是 好像你說和我們比才藝更厲害 那我當你是比才藝更厲害的 沒有… 但你剛才說的那個概念是… 那個定心院概念 這個概念是對的 即是我們做時事或新聞節目 第一,我報導事實是我們的基本 就是好像我們有一次去討論 什麼叫做波龍是非 什麼叫做欺笑怒馬 我說你有沒有事實基礎 還有最重要就是你那樣東西 為社會帶來的是什麼 所以我們去做全球戰役的時候 當然我們的人力物力有限 和時間都很壓迫的情況之下 最重要的就是我要說或者做了一些東西出來 市民得到的資訊是用得到的 譬如我們有傳聞動員的環節 就告訴大家 我就是這樣跟你說 黃沛在這裡和我吹水說 大家不要害怕,不要慌 實質上,為什麼我們不要害怕 為什麼不要慌呢 為什麼那些口罩有出路呢 是 那這件事是我覺得我們作為媒體 其實在商業考慮之外 理應要做到的功能 這個其實差不多是開來見 我第一個星期都有說的 就是那個How 即是怎樣做 可以怎樣做 黃Sir,你當年的教誨我還記得 我指數了十二、三個月之前 是,三百多集之前 三百多集之前 那關鍵在於什麼呢 那關鍵在於就是譬如財政預算案 定心園不是那一萬元 那一萬元我覺得純粹是 即是見面禮 或者是你收了那一萬元 你不要亂罵 你看清楚了 有一點點意味在這裡 你想想如果不是派了那一萬元 財爺一說大灣區 一帶一路這些字 這樣就出事了 這樣就已經很多人起控了 是吧 但是我覺得他真的 很有心思做的一件事 也看得出 其實人們嘗試挑撥他和林太的關係 就未必得情的 是嗎?有人挑撥嗎 也放得比較前的部分 就是關於醫療衛生方面 就是關於地區的康見中心 是 現在也是當很多香港人 我們很早也請過林靖才醫生上來 還有羅志光局長也有說 局長也有說 那問題就是在於現在 當我們看到很多人 就直接扔汽油彈去一些 有機會變成指定診所的地方 是 其實財爺都很大膽地說 我現在就要搞康見中心 是 不止葵聰那裡有一個 是 另外也會很快多搞六個 是 那些錢就已經撥了 六加一都是七而已 十八區 還有那十一區 但是一年之內 一變七都算是這樣 是 你要香港行政官員 是 那些官僚的高效率來計 你完全覺得對 但是我說財爺有心的位置就是哪裏 有心的位置就是 另外那十一區 他都要在今年之內 再押我們撥款 是 搞臨時的地區康見中心 是 他真的覺得 那六個是規劃了的 真的會做的 但是另外那十一區的健康 我們都是看實的 那跟羅志光局長四圍撲破 有沒有關係 他那些是買的 是 未必是搞地區康見中心的 但是我就看到 你說到剛剛就是 他說財爺似乎入了官場都一段時間 現在終於知道 原來有些位置 都可以怎樣去扭一下 那些技術官僚 因為你說得對 你說得對 你說得對 技術官僚好像阻礙地球轉 不是的 全世界每一個機構 都有些技術的人員 是很喜歡阻礙地球轉的 可以小到是 那個Panel你不懂得用 他都可以阻礙你做不到事情 這個世界 是甚麼都可以 是說回正題 但是關鍵就是 現在財爺開始使用這個Panel 這個Panel 就是他說 我用臨時撥款 11個地區 我都一次過搞了 那個地區的康見中心 那怕是臨時的 淋淋一下 就可能已經變成了永久 如果多人去 這個就看到 他對著抗疫也好 他都用全港抗疫 你是全球抗疫 他有全港抗疫的概念 就不會只做了7區 是 1加6之外 加11 總之保齊18區 這個概念我覺得 他很有心 而整份預算案 真的幾乎沒有人提過這段 是 那我就真的有一個屈結 是 我覺得這顆皮心丸 明白嗎 好像你對財爺 和這份預算案的印象 都相當正面 我關心健康而已 還有你看宏觀的東西 你一向都說 陳茂波寫宏觀經濟 寫得多到位 多撒家 坦白說 這個和他在商界這麼多年 都很典型 即是所謂五、六十年代 出生七、八十年代 所謂法職的 即是所謂白手興家的一代 所以他對於社會的 脈搏的掌握 我覺得是關鍵 剛才你提到 我覺得作為一個 即是我們叫做媒體人 裡面有很多的社會責任和功能 就是報道事實 第二 就是說裡面一些有價值 即是在資訊上有價值 不是政治上 不是一個炒作的角度 我們有責任去告訴市民 但始終我們不能夠擺脫 我們的角色 就是我們要作為一個 遺民後使 我去監察 甚至我去質疑內容 我很記得剛才我提到 行政會議成員 林精才醫生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大力說 或者推這個所謂地區醫療等等 那我就會說 醫生 我們on cam說 我們off mic 我們就不討論這些 我說 醫生 你說這個理念是好 但是你以香港行政官僚的角度 你那個先道計劃 你的先行 你先行 不知道不是先後那個先 先油的那個先 那樣東西都未成事 我覺得當時 林醫生就說了這件事 就是只要我們財政上到位的話 所謂試 不是試他三五七九十年 一二三年 這樣我就去的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坦白說 比起 我覺得整個 所謂前線醫療 或者地區醫療政策 它由構思到試驗到落實 那個步法 或者那個速度 我認為 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最大的突破和價值 不過你說到地區康健中心 都有人 現在不是罵財政預算案 是 當時最初出的 各十八區都 每個區都有地區康健中心 都有人會潑冷水 那些公家醫院的醫生 做到趴在那裡 公家醫院的護士 每個人都做到 攤攤腰 你還叫他去搞地區康健中心 哪有人手做 哪有人手去搞這些問題 因為你去搞地區康健中心 是希望怎樣 其實譬如說 如果你正在用現在抗疫的概念 就是教導一些正確的 洗手的方法 戴口罩、脫口罩的方法 這些其實是可以地區康健中心做的 甚至乎它可以搖身 我明白 你最喜歡那個部門 也是走在最前線 是誰 地區康健中心 就是你的防線壓到最前 壓迫性打法 很壓迫 他們很壓迫 我很壓抑 我很壓抑 就是最前線的打法 所以我自己覺得 林鄭財醫生關注地區醫療 也是一件好事 是 因為其實他就是正正代表 除了在現有的公共醫療體 是以外的一些醫療人員 其實是可以抽出一些時間 捐出一些時間 當義務工作性質 去地區康健中心 去做一些幫助市民的事情 你想想如果在香港最出名的 那幾間醫院的大國手 明星級醫生 竟然輸磚降貴 走去那些18區的地區康健中心 幫他婆婆公公量一下血壓 教一下他 光是那個鏡頭 都已經很值錢 比他賺多少錢 都未必能拿回 所以我覺得那個地區康健中心 絕對是可以 是一個公私型合作模式 歡迎收看開尼建岳的專訪環節 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消費者委員會的主席 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上來接受訪問 說說消費會在過去45年的變化 以及接下來有甚麼展望 本來上個月,2月的時候 消費會舉辦一個45週年的酒會 邀請各界人士去聚會 談談未來的方向 但很遺憾因為疫情的關係取消了 不過也不要緊 請了林律師上來 可以大家一起去談談 多謝你給這個機會 我們說說消費會 過去45年的變化 以及現在疫情之下 究竟有很多消費者的權益 是有甚麼爭拗 要大家去留意一下 不如先說一下 在疫情之下 當然也知道 今次無論是之前的反修例風波 和疫情 都令到香港經濟有很重大的衝擊 會不會在這個時候 消費者的權益 都沒有程度被人忽略了 包括會不會是更多的商人 可能因為疫情 做一些不法的行為 或者是一些損害消費權益的行為 我想這方面 我們都有一個需要關心的地方 很明顯因為社會的事件 包括疫情的發生 都對經濟有一個實際的影響 所以從商戶來說 可能營商的環境會變差了 會不會因為營商的環境變差了 所以引申到多了一些 可能不太恰當的營商手法會出現 這方面我們都會很密切注意 當然另一方面 市民的消費意欲也下降了 所以距離消費的時候 亦都因為特別有些需求 例如一些保護個人的用品方面 亦都產生了一些特別 因為因應疫情 產生一些消費問題 這方面其實我們社會會 都很關心和留意 而且我也留意到 消費會除了每月 都有一個記者發布會之外 市民都很關心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新聞的頭條 包括一些不同的消費品的試用 或者一些檢測的報告 或者一些踢爆不良營商手法 都是市民都很受關注的 林大律師,你看看 在過去那45年以來 消費會的角色 在保障消費權益上 會不會有一些變化 或者與時並進的地方 我想兩方面來說 第一,原則上來說 基本上做甚麼 其實沒有甚麼根本上的變化 但怎樣做法呢 當然需要與時並進 說回你剛才說的一件事 其中一件當然我們很重要的 就是發放一些準確和及時的消費訊息 給消費者 令他們可以作出一些明智的選擇 或者剛才你也提及過 我們一向都是每月 除了發布會之外 當然有我們的招牌 選擇月刊 過去由七、六年開始 其實都是紙本來的 是印刷版本 但近年我們也留意到 現在可能看書的人 或者會相對少了 用到電子媒體的 相對會多了 所以我們也是 將我們的資訊 盡量可以擠上網 或者也考慮一下 將來盡量用多些電子媒體 將我們希望發放 給市民的訊息 用多些大家 現在會比較接受 或者流行的方式 去傳遞給大家 還有我看到很多時候 消費者委員會的記者會 都會說一些 新興 也有與時並唱的地方 就是有些行業 可能四十多年前 當然未出現過 也有些消費者的爭拗 那時候的爭拗和現在又不同 但是有沒有一些 是永恆不變的呢 永恆不變 我想其實就是 譬如一些日常的用品 我想一些 譬如舉個例子 說食油 因為我一想就想到食油 四十年前 因為第一樣 其實消費會成立的原先 就是因為七幾年的時候 石油危機 引伸到糧食的價格 是波動得很快 其實消費會選擇 第一期就是在說食油 但是當時候 主要關心的是 價錢的問題 營養價值 今時今日 其實我們過去幾年 都做了一些食油的測試 但是這件事 是歷久常生的 因為日常的用品 尤其是食住行基本的東西 不會變的 但是市民關心的焦點 可能有點不同 因為譬如對於食物方面 除了價格 或者營養價值 現在很多人關心的是 一些更加健康的問題 例如有沒有一些 致癌的物質 有沒有會有一些素化劑 或者甚至會考慮一下 這件事 會不會包裝其他問題 會對環境有影響呢 所以很多歷久常生的 產品是有的 電器各樣的東西 但是大家的關心焦點 可能隨著時代的轉變 是有所變化的 而且我看到消委會 每個月會做很多檢測 現在其實是一些 收到投訴之後 你去做一些研究 或者調查多 還是你們自己的團隊 主動去調查 和發佈的多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內部有一個小組 是專門去考慮一下 究竟應該去哪一類的產品 進行測試 當然我們也是要以究竟 以我們的估計 或者我們收集到訊息 市民對哪一類的產品 在那個時段 是比較多人有關心的 是做過衣歸的 所以我們也是積極地 主動去做這方面的調查 來決定一些我們研究的對象 會不會隨著時代的變化 你剛才也說到 第一期主要是說食油 那些消費品 是一些實體的產品 那些可能會不會以前更多 但隨著四十多年過去 現代裏面 可能比較多消費權益 涉及一些消費權益爭拗 是除了產品之外 更加多的是服務 你又說得很對 因為以前很多人 將那個消費都在消費產品上 但是近這幾年來 其實很多時候 消費的對象 都不是一個實體的產品 而是一些服務 可能是電訊的服務 可能是醫療的服務 或者旅遊的服務 甚至一些金融產品的服務 的確看到消費者 對於這些相關服務的關心 是多了 引申出來的問題 當然也多了 亦都難免會有一些涉及的糾紛 需要我們處理 那的確是有這些現象出現的 但是歷久常生的一件事 就是我剛才想問 會不會是 可能很多時候大家都說 媽媽教育 沒有這麼大姐姐 隨街跳的 可能很多時候 有些消費的爭拗 當然有些不良的商人 他們用很多方法 威迫也好 利誘也好 就引一些消費者上檔 是 但是會不會都是源自一些 可能消費者 貪小便宜或貪念 我又不會說 歸咎於消費者 又貪小便宜 貪念 但是你亦都覺得很對 其實不良的一些承傷手法 很多時候都是身平舊走 方式來來去都一樣 都是用一些觸心理 觸心消費者 你會覺得如何令消費者 會吸引 例如價錢特別便宣傳的手法 特別吸引 或者有時候令到一些 心理上的一些壓力給你 所以其實那個模式 歷年來可能都根本上 沒有一個很根本上的變化 但當然表達的手法 會有些不同 其實我想最重要的 其中消費會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鼓勵市民 在任何消費之前 都要冷靜些 理性一點 要明白到 原來有些很通常的手法 都可能會吸引你去做一些消費 未必是你真的 是理性上你需要 或者是最符合你的利益 是不是一些不良傷人用的方法 最多都是除了理由之外 或威逼之外 都是利用消費者的恐懼心態 例如近來 就是利用你們 買不到洗手液 買不到口罩 於是就可能是 用一些這樣的心理 就用一些 可能在社交媒體裡面 吸引一些人去買 或者付錢 然後上檔 我想這方面也會有 當然看看 究竟那個產品是甚麼 以及當時實際情況是甚麼 舉回你剛才的例子 口罩當然會是其中一個 現在大家知道 可能很多商人都會知道 供應是比較緊絕的 如果要觸心理 就當然要告訴市民 很缺貨的了 現在在我這間店 只有我這裏 可能比較有相當分量的產品 價錢雖然就是這麼多 但如果你想清楚 你不買的話 可能在其他地方 明天就未必有 我想我們可以想像到 有不同的商人 都會利用這些方法 吸引消費者去買 所以我們消費者 都要保持一個 冷靜的理性的態度 了解一下 供應是否真的這麼緊絕 價錢是否真的 會覺得客觀上是合理 是否真的需要這樣去買 譬如說另外 次子更加是另一個問題 我想這也未必是 一定是商人的問題 所謂的恐懼的情緒 其實都是可能 因應著 譬如最近特別是疫情的發生 市民上都很容易聽到 坊間一些謠言也好 流傳的消息也好 很容易產生不安或恐懼 一窩蜂去搶購 某一類日常的用品 所以其實消費會 我們做得很好的功夫 是儘快告訴市民 其實你們接收到的 某些訊息可能並不準確 某些日常用品的供應 其實並非缺乏 亦背後做到的功夫 去確保真正的供應 是會維持到正常的水平 令市民不會作出一些 不太理性的消費 那就好 這次很感謝 跟林定國資深大律師 談了消委會現在 正在做工作 如何與時並進 不如我們稍後一會 回來再說說 未來消費會的展望 以及大計 好 回來節目時間 繼續跟消費會主席 林定國資深大律師 談談消費會未來的去向 剛才提到 四十多年以來 消費會的角色 其實都是不變 都是維護著消費者的權益 但可能做事的手法 或者是產品和服務 都可能與時並進 其實很多時候 以前小時候會聽到 有些黑店 或者很不良營商的商人 消費會會點名 去把名稱公開 但也要做得很小心 當然很有證據確鑿 充分證據才會做這個動作 但會否看到近年的趨勢 就是有些店舖 即使將它點名 可能也不太害怕 甚至將它收拾了 第二天用另一個名字去開 會否有這個情況 阻嚇性慢慢地點名 這個手法 也未必是這麼有效 我想首先說一下 點名背後的理念 我想帶出一個訊息就是 其實點名是有一定的效力 但當然也不能夠解決所有問題 說回點名 其實有兩個目的在 第一就是讓消費者知道 某一間店舖 你真的想清楚才好去 因為真的出了問題 那你自己選吧 第二也是希望有些 讓業界 我不想用什麼殺雞儆猴 這種字眼 但也讓業界了解到 就是消費會如果發覺到 某一些商戶 如果營商的手法 我們覺得是違反了法律 或者是一些 我們覺得是不能接受的行為 我們可以公開它的名字 我相信任何商人 最關心的一件事就是 特別是商語 聲語的問題 如果是點名 由消費會 一個這麼有公信力的機關 去點名的話 我相信對於商戶來說 是一定的警惕作用 也有一定的阻嚇性 所以我會認為 是有一定的有效性在 但是當然 你說如果有些不法的商人 是很有決心 是做一些不合法的事情 當然點名 未必是完全可以跟進到的問題 在那些情況之下 當然我們也有下一步 可以將一些個案 轉介給執法的務門 包括海關 看看可否採取再部行動 所以你說有沒有效 我想我們一定的效果 但是是否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也不可以這樣說 但是也會很小心 除了點名之外 有時候做一些測試 可能某個商品 他們對於消費會的測試 不太認同的時候 他們又自己再找一些人做測試 會不會中間有些情況 會有些對抗的情況 所以你們做了測試 一定要有一個很有公信力的第三方 在獨立第三方去做 是 我想也要解釋一下 究竟我們測試的過程是怎樣 首先我們的測試 都是找一些很有公信力的 第三方的實驗室 或者檢測機構 採取一些是國際認可的標準 來進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其實每一次我們發佈 我們的測試結果之前 都會將測試結果 首先是通知了 相關產品的生產商 讓它有什麼回應 如果大家有看選擇刊 很多時候看內容篇幅 都會看到商戶其實 自己也會有些回應 所以到我們出家的時候 除了包含了我們自己 一個我們覺得 是達到一定標準的測試結果之後 之外 亦都包含了商戶自己的回應 大部分情況 在住大平方 商戶其實對我們的測試結果 都有一個正面的回應 所以就不是看到什麼衝突的地方 還有就是看到 當然有時候也要有阻嚇性 對於一些不良刑傷手法 但是最好是預防性 除了將一些不良的商人點名 或者轉介給執法機關去跟進之外 更好的方法是否還是要設立一個冷靜期 因為很多的 剛才你也說過 就是一些不良的商人 很多時候利用一些消費者的恐懼 或者那一刻的衝動 就是簽合約 或者買一些未必有用的產品 甚至一些可能是一些不應該這麼貴的產品 那是否接下來一個消費者的冷靜期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實這個議題 都是我們搞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可能你也會留意到 其實最初根本在2013年左右 修訂這個商品說明條例 嘗試做過這件事 但當年不成功 但去年也都政府出了一個諮詢的報告 我們也出了一個很詳細的研究報告 政府的諮詢的結果其實都很正面 當然我們就不是一刀切 要將強制冷靜期加出於所有行業 我們主要是希望集中在美容和健身 也有一個原因 就是看回我們過去的投訴數字 雖然我們有很多其他的手法 希望可以保障消費者 但奈何在健身和美容這兩個行業裡面 仍然都有相當數量的投訴 也涉及到一些不良的手法 所以我們是支持政府的建議 就著這兩個行業 推行強制冷靜期 任何消費權益的保護 我想最關鍵、最基礎 都是有一些恰當、完善的法律 作為基礎 所以這件事我們很積極地推動 其實現在面對的阻力在哪裡 除了業界之外 其實我反過來想 如果有一個冷靜期 其實對業界一些正常的商人是有幫助的 否則你又沒有冷靜期 又有很多不良的商人 在業界裡面 就會變成一個劣幣 驅逐糧幣的情況 對整個業界都不健康 其實我是完全認同你的手法 或者你的說法 其實你說阻力 我暫時 因為政府做完資訊 當然也有不同的聲音 但整體來說 我的理解 包括政府主要的持份者 都很支持 現在似乎的阻力是一個實際的問題 我的理解 其實政府也是草擬的法律 現在可能極度困難 或者可能性是相當低 但我很希望在社會 回復一個比較平靜 或者正常的情況之下 或者在下屆立法會產生之後 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這件事 我們社會會都說了很久很久的時間 政府也做了很多諮詢的工作 亦都很成熟的討論 亦都已經有一個 基本上立法的框架出來了 我就絕對不希望這件事 是因為現在一些 我們先前估計不到的情況 就變成整件事 就好像擠入雪櫃 然後就不你了之 這是我絕對不想見到的情況 還有這件事情 對於不同說真的 不同政治光譜的議員來說 都應該是一個共同點來關注 因為那些是關注了 整個香港市民的利益 無論他們是甚麼政治光譜都好 沒錯 因為其實說到消費權益 或冷靜期 我最終保障的是市民大眾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是不應該任何政治性 如果大家都是真心 去關注大家市民的疲憶的話 亦都考慮到現在我們提議 其實已經是平衡了很多 各方面不同的意見 我想不到一個合理的理由 有任何人是要提出一些 很強烈反對的意見 另外想問一下 剛才一開始也說到 消費者委員會與時並盡 包括選擇月刊 除了實體印刷本之外 都會在網上版 社交媒體內 都做很多工作 但剛才林大律師也說到一件事 以前可能是一個月 有一個選擇月刊的發佈會 以及一個記者會 但現在會不會 不是定期除了發佈會之外 還要即時去回應社會議題 譬如可能要透過社交媒體 透過一些其他發佈方法 要即時回應到 立即發生的社會問題 譬如你剛才說 哪裏沒有廁紙 哪裏沒有口罩 這些資訊 就要比以前更快反應 沒錯 除了定期發放資訊 相對上可能沒有時間性 但要說有些社會上 很具時間性的問題 例如最近 因為疫症產生一些問題 當然我們需要有即時反應 其實我們現在的做法 是透過我們的網頁 去提供一些即時的資訊 譬如說回剛才廁紙的問題 如果你留意的話 其實我們看到情況 第一 我們真的自己做些功夫 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背後做些功夫 真的去市場看看 是否真的出現缺貨 第二就是聯絡一些供應商 了解一下 究竟是否真的出了問題 原來不是的 只不過是因為突然間 很大量的人 同時間搶購 變成你補貨可能 出現了一個問題 在物流方面 亦都盯觸一下 供應商可否做好一點點 快點補貨 跟公眾交代 接著就是 在網上的平台 和市民 希望大家安心 其實以我們的理解 供應沒有問題 第二 其實也提醒市民 原來存得太多 設置家 可能會發污 即是沒什麼好處 不是打算買了 真的在這裏 沒有所謂 適時發放 相及時的 一些適當的資訊 透過網上的平台 也是我們其中一件 很重視的事情 那麼消費會 接下來是否員工 都要更加機動靈活 和更加快反應 我想是需要的 永遠都希望 將事情做得更加好 時代的步伐越來越快 尤其是消息的傳播也好 或者一些新的產品 營商手法的產生 速度亦比以往來得快 所以我們如果真的要去 設實保障消費者的一些利益 或者是適時提供一些 大家都關心的資訊 那麼毫無疑問 我們都要跟著時代的步伐 是要跑得快些 好 那今天就很感謝 就是消費會主席 林定國資深大律師 講解了消費會 這幾十年來的變化 以及繼續 未來的時間 為香港的市民 保障香港消費者的權益 繼續努力 好,謝謝你 另一對雙胞胎 已經足以令人頭暈眼花 如果同時面對52對雙胞胎 絕對是一個大災難 沒錯,在印度一間學校 有52對雙胞胎一起上學 不僅僅同學會分錯他們的身份 就連老師都說很頭痕 非常困惑 沒錯,這間學校 就位於印度南部的城鎮 叫做西爾卡利 裡面一共有52對雙胞胎上課 當中有21對是龍鳳胎 19對是女生雙胞胎 對,不過校長就說 那個鎮原來幾十年以來 已經是盛產雙胞胎 每一個人已經習慣了 而老師亦都說 為雙胞胎教學會帶來雙重樂趣 不過亦都很誠實地說 要面對很多樣子很像的小朋友 都會感到很困擾 有時候很搞笑 更加會罰錯人 罰錯人 不過原來雙胞胎村 在內地不算罕見 好像在雲南省 湖南省 和山東省都有雙胞胎村 例如在重慶市江津區的青燕村 近年因為盛產雙胞胎而名草一時 村內共有367戶 竟然有多達42對雙胞胎 其中包括7對龍鳳胎 令人很驚奇 另外更加有村民說 就連沒有雞 也經常生一些雙簧蛋 很難自信 根據WHO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 全世界雙胞胎平均出生率 只是1比89 也就是說 全世界近90對夫婦裡 才會有一對幸運兒 而在青燕村達到1比10 超過全世界雙胞胎下 平均出生率的9倍之多 而內地這麼多雙胞胎村 他們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的自然環境很優越 沒有受過污染 不過在醫學上 人類還未找到直接的證據 表明雙胞胎的出生率和環境有關係 沒錯,Maggie 其實雙胞胎也好 不是雙胞胎也好 生出來的都是我們自己的小朋友 一切順其自然就好 我們都不需要強求 現在的孫胞胎 好像很普遍 怎樣?你是想做一對嗎? 不是 身邊很多朋友都有孫胎 八鄭水文 對,也有些是準備生育 都是孫胎 我不知道是因為現在的環境 或者現在的氣候 或者水土 最愛的孫胎胎還是怎樣 但是我聽說 我還是沒有一個科學根據 還未確認的 就是因為現在的現金 人工受孕的科技高了 所以很多的夫婦 例如他們年紀大了想要小朋友 或者是因為某些原因 要去人工受孕也好 因為人工受孕 通常他可能打多一顆下去 就可能看看有哪一顆可以成長 所以就因為人工受孕的關係 就令到如果兩顆都可以 就變成了孫胎 因為是一個比較多人工受孕的情況 所以香港可能比較多孫胎 我不知道是不是 當然剛才那個報導 就不是人工的 都是天然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某些地方是多孫胎 這個東西 也很值得科學家去研究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水土問題 還是吃到某一種食物 或者某種香料 正如剛才小弟和Maggie介紹的報導 就是說我們還沒有一個 所謂科學的解釋 或者一個很確鑿的理據 為什麼某地 某某些人士 會有這麼多的 所謂雙胞胎 甚至是多胞胎 第一 剛才Oxta說的 那個是一個人工的行為 就是說因為 之前為了保險 或者因為很多的原因 或者解決 爸爸媽媽生育上面的一些瓶頸 所以可能令到他 在媽媽同一時間 在他的子宮裡面 受精 然後懷孕 能夠成功成人的機率提升 最終這件事 隨著可靠率不斷上升 就變成多胞胎了 這個是跟我們人類去解釋 多胞胎的問題 應該沒有直接關係 但是你剛才提出第二個問題 就是我不是很肯定 亦都有一些說法 就是說 其實是外國人 尤其是白人 西人 他們生雙胞胎的機會 是高一些 多一些的 這個第一 人種上是不是有這樣的分別 是不是中國人就相對少 外國就相對多 我這個就不肯定 但是呢 如果你從一個文化的現象去看 用雙胞胎 或者雙子星的這種異象去創作 這樣就外國 西方就明顯比我們中國多 有很多 鐵面王子也好等等 你舉得出很多西方的名著 甚至有很多的偵探的故事 你就覺得 原來雙胞胎 就像一位私利 最後都是外星人 是的 後來 後來我們香港 為什麼在中國當代的文化史 文學史上的角色 曾經很獨特呢 近年就真的黯然失色 不知道是不是跟 包括小弟在內 這一代的香港文人 不及我們的前輩這麼長進 有沒有關係 需要自我檢討 這一點我不得而知 但是 香港為什麼文化 文學地位這麼獨特呢 跟我們學觀中西是有關的 金庸先生他自幼 對國際關係 對外交學很感興趣 他的作品亦都受西方的 不單止是小說 尤其是文學作品裏面的劇本 他是很受西方影響的 所以看看他的作品裏面 那些好像 甲好像月 月好像甲 叔叔好像嫉 嫉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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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嫉 連福康安和乾隆 和陳家樂等等 都有很多中環交錯的故事 那這個是不是反映在現實社會裏面 因為我們經常說小說都是從生活裏提煉的 是不是反映到受西方文化 或者西方生活文化影響的 對於雙胞胎的現象都比較關注一點 那我現在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但我有時就想 我有一兒一女 你有一女一兒 那我就經常想 如果我是有一對雙胞胎 甚至有一對龍鳳胎的話 作為父母 親父 但就像我剛才的報道所說 其實是沒有分的 一個小朋友也好 兩個或者雙胞胎也好 大家都很疼的 但我覺得我真的有一對龍鳳胎的經驗 除了你說辛苦之外 其實我覺得都應該挺獨特的 而且你說到外國是否會多些雙胞胎 我想從產品上看可能是 你看一下去一些 譬如親子店 或者賣一些BB車也好 其他用品的東西也好 你會發現很多些 因為不知道不是外國品牌 都喜歡有些是打孖 通常你買BB車就是孖子 孖子 整個坦克那麼大 無論它是並排也好 前後也好 這些東西就是因為 你有這樣的需求才會多 但現在你去看一些 某些的BB 專門買BB的店 都很多選擇 以前你說買一些 孖胎的產品 是很少的 因為那些是比較少的 例如以前我們打高爾夫球 你買一些左手的棍 是比較少的 可能只有兩款 但現在都多了 證明可能多了左腰 也不一定 也是這樣 孖胎的都是 現在多了很多產品 產品都是一些孖胎 或者讓兩個BB一起用 會不會因為需求 令到產品的供應多了 我們可以將來研究一下 有機會我們探討更加多 商業元素的時候 去想一下 其實這些小朋友的產品 尤其嬰兒的產品 跟我們 究竟是不是生孖胎 或者多包胎 有什麼關係 除了買之外 我在網上看過一個新聞 一個片段 也挺有趣的 就是有個爸爸 他就是生多包胎 不是兩個 而是三個 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BB車 他自己試過 自己去設計 自己去生產 試製 充滿父愛 他發現並排有並排的問題 前後兩座有前後兩座的問題 前後兩座比較方便 因為比較窄身 但是景觀 好像我們香港買樓 後面的景觀就不一樣 對 後面的景觀就不一樣 那就有空調一下 他的方法更厲害 因為他有三個 他的BB車是會轉的 他的BB車是會轉的 爸爸一直向前推 最後向前推的時候 BB又在輪子上 挺好玩 除了頭暈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不斷轉 但他發覺 最初會怕BB頭暈 原來還有第四個版 他不單止轉 他有一個定向作用 永遠都是向前的 就是BB永遠的頭 都是向前的 很厲害 這個技術 工程學的設計 一定是一個工程師 我想不單止是工程厲害 那個爸爸的心 你看到他多疼愛那些小朋友 落手略腳便會看到 但是我覺得這些車都是 外國便容易 香港那些 說真的你怎樣拿出去 你進去電梯入不了 對吧 香港那些 你除非住房子 要不然你要房子 要入電梯 怎樣入 我想剛才說這個有趣的故事 除了博君一燦 笑一笑之外 其實都反映到 我們為人父母 你當然所謂出錢出力 各個方面 小朋友當然是有得著的 但是你那個 爸爸也好媽媽也好 剛才的故事 剛好是爸爸 就放了心下去 照顧 無論你是一個小朋友 多個小朋友 甚至多胞胎 其實都是很不容易的事 所以說父母恩 我們都應該 成萬禁 成萬禁